前文在族的書節上一回,話說王彪馬經過金衫執拾打正一番之後,哇,不同了樣子,只見這匹馬的毛黃金一樣閃閃發光,換言一身,秦庆見到自己的動起手指公讚好東西,金衫對大家說了,各位, 你們看看,這匹馬給我這樣抓,你看,跟剛才,兩個樣子了吧,我這兩道散手啊,你有排學啊,大家都說了,三叔,我們服了你,老航磚就是老航磚,就是我們要跟你學的本事就行,金衫將馬鞍避好了,他說,秦爺,我們走吧,去找賣主吧, 秦庆就說,我們還不能給茶錢呢,金衫說,不要緊的,喂,掌櫃啊,這位秦爺的茶錢呢,我看數一下,這扇蔥呢,麻煩你,暫時擠你住先,我們等一等就回來的了 茶館的掌櫃就說,好啦,三叔,你和這兩位去啦,你的淡蔥,我和你放好就是啦 好人王就說,耶,那你是和這位金爺去品買主呢,我就要回去先,失陪啦 說完就自己進回整班客店,這點不說他 現在只是說秦庆和金衫,牽著黃標馬離開了馬市,跟著條大路向西一直走 秦庆就問,金爺,我們去哪裏找賣主呢,金衫說,秦爺啊,你這批盡馬呢,事必要找個專要好賣的賣主才行的 如果去到他那裏,莫說這一批馬,就算是十批八批的好賣,都能夠賣得出去啊 哦,有這樣的賣主啊,請問他在哪裏呢 在這裏向西走,若不然八里路那麼上下,地名叫做義賢莊 啊,義賢莊,這個人聲聲名碎啊 你這個人是本地啊,哦,好大名的,是人都知道的啦 是善洪遜善義賢莊啊嘛 秦庆就聽不由得打過得 他想起一件事了,什麼事呢,各位 原來在三年前,有一天秦庆在衙門散了班 叫他走回家裡 見到路邊圍著一圈人,他逼過去看 咦,原來是個男子在那裏賣帽啊 地下就擺著那些刀槍棍棒 只見這個男子當中一站,對著大家說 在下是個遠方的人,學會紀錄操錢拳腳到處尋私房友來到這裏 誰知病了在客店,將所有的銀池都花光用盡 病好之後,就困在這裏裡 如果不出來買帽,就無法指胡口道一 如果出來買帽,因為病後身體無力,必定獻醜 請各位漢官、行家、師傅多多包涵 就當是周濟我這個異鄉人一樣,上我幾文前等碗飯吃下 講完,打了路拳,又沒有了路花槍 打完之後就要錢了 看東西那些人,有給亦有不給亦有人走 秦庆見到這個人相貌不俗 沒有,亦很有根底 就走過去跟他說 朋友,不行啊,跟我來吧 那些人見到秦庆來了,差不多都認識他 就說,你看秦二爺來了,實在是周濟他 不用我們了,我們走吧 於是那些人就散了 秦庆說,朋友 你住在哪間客店?我們回去聊聊 那個人呱了一聲 收拾好刀槍棍棒 就帶秦庆回到客店 彼此一交談 才知道這個人是姓王明勇至百江 那是金山人士 江戶上人稱勇三郎 兩個人越傾越巧 於是王百江 就在歷成縣和秦庆在一起 來往了半年多 他的生活日用一飲一食 全部由秦庆供給 有一天 黃百江還秦庆說 二哥 我們兩個已經做了半年多朋友 我在外面 有些詳細地跟很多人打談過 歷成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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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個不是二哥的浩膠朋友 不費人稱此晚上 今天 我不怕把實情告訴你 二哥 我就是江戶上南路的綠林頭領 逢到山西路州天堂院 二賢莊的五路刀頭領 總嫖把子 善八善紅中善通善紅信 兩兄弟的差遣 來到這處查訪你 因為二哥你的名氣很大 辦案認真 我們綠林的人 都拿你來去起誓 誰做了虧心事 誰遇著秦庆 故此激怒了善家兄弟 派了小弟和神射手借影燈 來查訪你的行為 如果 見到你是行為不整 今天 就要我們順手把二哥你的人頭 帶回到二賢莊 後來 就已經等我先回到二賢莊 只留下我在這處 再詳細查訪 這半年多的時間 我到處查訪二哥你 知道你的確是個正義的人 現在 我也要回到路州二賢莊燒差 將來我們兩位總嫖把子 一定要來這處拜見二哥 和二哥做個好朋友 說話已經告訴二哥 明天我們要告辭回山西 秦庆聽了才愚夢荒省 知道二賢莊有這個慕名的朋友 現在秦庆聽金山一提到買馬個人的名字 才想起黃伯當說過 原來他就是家在山西路州二賢莊 招立天下英雄 結交四海好漢的五路六林頭領 小靈官善洪順 秦庆就想了 啊 怎麼自己這麼論盡 連他都忘記了呢 就問金山華 這位善意圓外是做什麼的 金山華 這位善意圓外 是本地的大財主 他上一輩是標行的達官 現在是洗手不做了 在家裡享福 他家裡的錢 多到幾輩人都用不著 秦庆你認識不認識他 秦庆說 我們不過是慕名的朋友 從來沒見過面 對了阿二爺 既然這樣 你這匹馬還賣不賣 不賣又不行 沒有錢怎麼能夠還清房租回山東呢 今天 我先跟你說明 我們去到那裡 你千萬不要說出我的名字 也不要叫我秦庆爺 最好呢 我跟他兩個人連面都不見 因為我 你看 我周身藍樓 見到他實在是不好意思 那兩個人走了沒多久 穿過了一座樹林 來到二賢莊 只見正北一座大門 大屋為一間 連住一間 你這座莊園是極之架勢 在大門前見 四棵大懷樹 對面一座影壁 甘三馬 爺 你就在影壁後面等我 聽到甘三的消息 甘三牽著黃標馬 入到二賢莊 見到善雄信 正站在走廊那裡 立刻就過去作個一話 哎呦 你看這匹馬 叫做黃標馬 還有個別名叫做圓頂乾草王 還有個別名叫做圓頂乾草王 能夠日行 看這匹馬 五百里的 是個外鄉人 來到我們這處 運到在客劍場 要賣馬回鄉 被我看中了 現在拿來送給二賢莊 就是那件 錶頭就瘦得知 這不重要的 是因為缺了草料餓親 如果上足草料來餵養 不用十日錶頭得壯 就更加錶青夠威了 善雄信定眼看這匹馬 可是除了錶頭瘦一點之外 無論是體格形象赤穿 都沒有樣不好 他就很歡喜笑著說 哈哈哈哈 這匹馬我留下 要多少錢 是二賢莊 這匹馬如果論起價錢 怎麼值三四百兩銀 只因為賣主 現在等著用錢 我都跟你說好價錢 給他二百兩銀 那是不是連鞍龍頭都在一起 在內 那他又沒有說過餘外 那你就給他多五十兩銀 一齊要了他 你看看 只是串紙金零 也值你五十兩 何況還有萬鞍天 這樣一來 他又能夠多得五十兩 你也免得再配 是不是在二賢莊 好了 就依然說 我給二百五十兩 對了 他本人有沒有來 哦 那個馬主現在就在門口外面 這樣啊 你叫那個馬主進來見我 哦 哦 好了 好了 議員 你等我 我去叫他 說完金三出來見到秦庆 將港拓價錢說他聽 然後呢 就帶秦庆進去見善洪遜 秦庆跟著金三走進大門 轉過了屏風 一看 哇 這間院子很闊 洞 洞西兩垃雙房 北方 五遍過 還有闊闊的走廊 自己那一刻 就是那裡站在那裡 一看到那個心 有點難過 又看到台街上下 站著七八個瀑人 在那裡 走廊上面 一條大漢 站在那裡 金三就介紹一下 這位就是莊主啊 是魚外 這位就是賣賣的客官 你們兩位當面講 秦庆定眼看這位莊主 只見他身高九尺 虎背紅腰 頭如蜜斗 面色鐵青 長眉黃眼闊口大耳 一把降鬆 秦庆連忙走向前 抱拳拱手說 莊主有禮 善龍頓看下這個賣馬的人 只見一身 舊衣服 面黃機秀的形容複稿 去答你說 有禮有禮 岸善金三軒人這匹馬 是你的 是我的 你想賣多少錢 這匹馬的原價是二百兩 那馬安呢 莊主 雖然說賣馬不賣安 不過現在我連馬都要賣了 還要馬安是甚麼用 莊主你就隨便給個價錢 一齊賣給你了 好啊 那我再給你五十兩銀 總共抽齊二百五十兩銀 你說怎樣 就這樣說 多謝當主 客觀 你是哪裏人 為甚麼事要賣馬呢 我是山東人士 在縣衙門當差 因為來這處辦事得了病 勞費用盡了 欠落了房租 困住在這裏不走得 故事要賣馬來清還房租 回去山東 哦 你是山東哪個縣的警察官 我是在山東濟南府力成縣當警察 哦 你說哪裏 我是在力成縣當警察 哦 朋友這貴姓 秦勤一聽問他貴姓 就稍微疾了一下 他說 在下姓勤 叫做勤五 善洪遜聯盟抱拳拱手說 啊 原來是勤五爺 實敬實敬 秦勤也抱拳拱手 莊主太客氣了 勤五爺 你既然在力成當差 我想和你打聽一位朋友 我猜你必定認識他 不知道莊主你要問的是哪一位呢 作為那位姓秦明晴自肅母 愛好蔡尊珠 此猛想 神權太保 雙簡大將的秦二哥 你知不知道他 秦勤一聽 心就笑 問到我自己頭上來 他就說 原來是秦勤 他乃是我們院的班頭 是我們的頭來 怎會說不認識呢 莊主 你和他有來往嗎 沒有 我和他雖然沒有見我面 但是神交很久 我們是無名的朋友 啊 善鴻信 吩咐伯仁 將王彪曼 牽去馬鵬 好好餵養 然後他走到台街 拉著秦勤的手 說 秦勤爺 請進來裡面 看看我這個朋友秦二哥 秦勤的心想 那就夠奇了 不過他房間裡還有一個我嗎 就跟著善鴻信進去裡面看看 原來這處是一間五面過三明兩暗的大廳 非常寬敞 屋裡面擺著花梨木子壇 木硬木的台椅 桌上陳設著古館綠器 牆上又掛滿了字畫 走到大廳的正中 善鴻信將身一閃向著北牆上面一指 他說 挺的 你看看這張畫畫的是誰 秦勤抬頭一看 原來是自己的畫像 不過 這幅畫像比自己現在肥得多 上面還提著幾個字 山東秦宿堡之像 秦勤就說 沒錯 他就是我們那位秦二哥 秦勤說 秦勤說 秦爺請坐 浸茶時候 兩個人坐下 喝過茶 秦勤說 秦爺 你既然和秦二哥是同事 我們也是朋友 等一會在這處吃完飯 我送路費給你 你還是騎回原來的馬回去山東 我還拜託你一點事 和我帶一封問候的書信給秦二哥 另外有兩筆路 走醜 是後勁給秦勤太太的 就勞煩你帶回去 交給我秦二哥 你就說山西二言莊的善通 近幾個月來有事前身 沒有空 等你一有時間 你一定要親自去山東力城院 探望秦二哥 莊主 你託的事我一定跟你辦到 回去見到秦二哥 我一定替莊主你致意 將你送的禮物交到他的手 至於你說要送路費給我 我就是初次見面 怎麼能打擾莊主 這份馬莫說莊主是給錢來買 就算我送給莊主奇異是應該 以後我有時間 一定再來拜望莊主 既然如此 又是 預備走飯 秦勤拱手多謝 莊主不用客氣了 我今天就要起程 我們後會有期 那我就不勉強你了 阿族 又去書房叫先生按著我先頭的意思 誠誠狠狠 寫信給我秦二哥 快點捨得來 善族去了 不用多久就拿著書信回來 善同信叫僕人拿了兩筆路周醜 和三百兩銀出來 他說 傾爺 這兩筆路周醜 是我孝敬給秦勞太太 就勞把你帶回去 這處是二百五十兩的馬錢 另外五十兩是我送給你的勞費 不成敬意 請你收落 又拿二十兩銀給金三 他說 金三 你唐辛苦你 這點小意思就送給你喝茶 金三接那些銀就說 多謝二元愛賞賜 每次來親都要二元愛你花錢 當時秦勤把書信銀兩收好 金三就幫他拿著兩筆路周醜 善同信將他們送出大門以外 給此拱手行禮分別 然後秦勤和金三走出莊園 金三就說 哎呀秦耳爺 原來是你 說這張樹 秦勤又耍手又寧头一尾打顏色 金三就看不明白 不說下去了 2人又向東邊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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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先頭經過那個樹林 一看四面無人 找個樹燈 2人坐下 金三就說 哎呀二爺 真是恕我無知 你又要多多原諒才行 原來你就是 山東的好漢秦二爺 幸會幸會 秦庆說 這次你幫了我不少忙 這些銀 我們一人一半 不行不行 那這樣怎麼行 這些錢我不要得你的二爺 我們做朋友 不是那些銀 秦庆說 你不用客氣了 金三爺 如果不是你看起二賢莊 我也不記起這個慕名的朋友 千年一位線你都看到 這筆馬話就說 賣了給他 其實就是傳在他那裡一樣 因為我自己落托成這樣 所以我才不肯說自己的名字 如果你不肯收這些銀 我心裡真的過意不去了 那這裡五十兩銀 就算是我送給你的 我有勞費回家 你得一些好處 既然你是這麼說 恭敬不如從命 多謝二爺 多謝二爺 金三收了銀 跟秦庆一起走出樹林 金三就回去茶館 拿一口蔥 這些就不說他 只是說秦庆 他拿著兩匹路周醜 一走進西門 就覺得肚空空 激烈 顧路 餓到周身都出冷汗 我心想 好久沒有吃餐飲飯 今天有錢 不如找一間飯館 好好吃他的餐再說 秦庆來到皇家老店 邪對面去春園酒樓 進去 上了樓 找他張桌面對樓梯口坐落 唐官過來招呼 他說客官 剛剛到 要不要開茶 秦庆說不用了 我很餓 快點拿點東西來吃 好 想吃點東西 客官 來四壺焚酒 有什麼好吃的 拿七八碟來先 不夠我再要了 唐官應了聲 心想 哇 怎麼這麼吃得 好快去 酒菜就放上來了 秦庆自斟自飲 他一邊喝酒 一邊就想起善紅信 覺得他仗義疏才成狠代人 真是難得 他想 將來 不要等到他來山東探自己 自己一定要先去二元莊探一下他 跟他做個好朋友 他一邊想一邊喝 越想越高興越喝越開心 突然聽到樓下有人大聲叫 喂 樓上有客道 三位啊 然後樓梯響了 噔噔噔噔噔 有三個人上來 秦庆響著樓梯口一看 哎呀 他吃了驚 連王倒下頭 大家看不到 為甚麼呢各位 原來上樓的第二個人是黃勇王八方 為什麼秦庆看到他又要避開他呢 因為秦庆想 王八方以前跟自己說過 善洪遜早就想去山東跟自己交朋友 怎料這次自己來到山西路州 自己不但沒有去拜望善洪遜 反正把黃標買賣給他 如果這件事給王八方知道多不妥呢 王八方他又怎能夠了解自己 因為困在在這處 衣衫藍樓就不願意見善洪遜這一點的苦衷啊 如果賣馬之前看到王八方 真是盼也盼不到 哪會說避免才可以的 秦庆低頭想避開王八方 究竟避不避得開呢 當然避不開啦 那麼見到王八方又怎樣呢 肉之後事如何 扯定下回分解